世界和平日是一个旨在促进和平意识的全球性活动 它呼吁全球各地的人们共同追求和平 理解和合作 和平的定义与重要性 和平的定义 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 还包括公平、正义、尊重和共荣 和平的重要性 和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 它创造了稳定和安全的环境 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 世界和平日的由来 联合国的角色 世界和平日是由联合国于1981年宣布 定于每年9月21日庆祝 国际和平日的历史 此天的选择源于它与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日相符 世界和平日的目的 提高和平意识 透过活动和宣传 唤起人们对和平的重视 倡导解决争断的和平方式 促进合作 鼓励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平的重要元素 国际关系 促进国际间的尊重 对话和相互理解是实现和平的重要元素 社会公正 解决社会不公正 减少贫富差距 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 和平的实现途径 外交谈判 国家之间的和平可以通过外交谈判 协商达成 教育和理解 透过教育促进和平理念 提高人们的文化和宗教理解 世界和平日的庆祝方式 和平行动 在这一天 人们参与各种和平行动 如和平游行 讲座和艺术表演 教育活动 学校和机构举办和平主题的教育活动 强调解决问题的非暴力方式 全球和平运动 非政府组织 许多非政府组织 NGO 积极参与全球和平运动 推动和平与人权的议题 公民参与 全球各地的公民通过社交媒体 和社区参与 发生促进和平 挑战与希望 全球挑战 和平面临着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如冲突 贫困 气候变化等 希望与信念 通过合作 理解和积极的行动 人们相信 可以克服挑战 实现和平 总的来说 世界和平日 是一个凝聚全球力量的重要时刻 呼吁个人 组织和政府携手合作 共同实现一个和平 公正 和谐的世界 未经许 带